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中秋节是所有明星都在庆祝中秋 包括可爱真诚的杨紫诚意 漫画风格的赵露丝 以及真诚的王鹤蒂 在中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享受节日的美好时光 同时享受一个美好的月圆之夜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不仅普通人聚在一起 互相追赶 还有家庭 当下娱乐圈也十分活跃 各种中秋晚会即将上演 各大剧组和品牌都纷纷宣传 自己产品的明星代言 在如此重要的时刻 能得到与你相伴的明星的祝福 无疑是一种美妙的祝福 那么明星们在中秋节是怎么度过的呢 诚意和杨紫都是可爱的角色 赵露丝是漫画风格 王鹤蒂是老实人 大家都知道 杨紫目前正在筹备 即将上映的电视剧《长相思的片场》 这部S家制作的古代木偶剧 保持着和杨紫早期作品一样的高产值 尽管没有男主能和女主一样人气 但三位男配也不能掉以轻心 从长远来看 综合受欢迎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9月9日下班的杨紫 也不忘与粉丝互动 不过 为了隐瞒身份 他只能躲在竹篮里 结果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脑袋 早就料到杨紫会在中秋节放假 然而没想到 他会以长相思的主角身份 为每一个人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 他仍然把头发扎成一团 但他的穿衣风格很清爽 他的脸又长又瘦 成V字形 很明显 为了准备拍摄 他已经经历了显着的减肥 尽管他的话语是真诚的 但他还是以可爱的小葡萄眼睛 卡通化的装束和散发出的 与生俱来的可爱感 赢得了周围人的喜爱 他的前同事兼好友程亦也向 除了杨紫之外的全班人 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程亦和杨紫之前 都曾在还瑞的旗下福意 在诚意成名之前 两人的工作关系也很融洽 两人合作的电视剧《沉香如谢》 也恰好是杨紫离开欢瑞前的最后一部剧 该平台承认该剧是一部非凡的作品 他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 而且在国外的其他国家也享有盛誉 播出效果极好 说不定这会是杨紫在欢瑞的故事 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另一方面 诚意这次祝福大家的不是沉香如泥男主 而是浪返品牌代言人 9月10日 蓝帆在微博发了一段诚意祝福自己的视频 并表示 中秋快乐 诚意送你节日祝福 爱必须行动 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诚意的消息是这样的 中秋快乐 诚意送你节日的祝福 去一个 诚意为大家送上祝福 开始庆祝 说 好时节如约而至 健康满意 明月同光 波澜不凡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然后他摆出一个有力的小姿势 在这个过程中看起来非常俏皮 诚意在沉香如泄中 艺人饰演多个角色 要么忍 要么玩 但在现实生活中 他有些矜持 不善言辞 上半身 这一次 诚意和杨子各自卖了一份可爱 祝他们的顾客中秋节快乐 尽管他不是来自沉香如碎屑 但他仍然设法让粉丝们开心 除了他们之外 另外两部暑期剧的主角们 也都为大家送上了中秋快乐 身体健康的祝福 赵露丝工作室出版了赵露丝的漫画 并附上这样一句话 好时节 愿年年中秋越长 双引号 此外 电视剧月亮出海 还发布了一张宣传疑似 商业新人婚礼的海报 海报上写着 满月花好晚安 并奸赏银河 或不多和城少上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月圆人团圆 双引号 月出海的演员阵容已经公布 暑期档的另一部热播剧 苍蓝爵自然也入围 节目已发出多组动态讯息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此外 还特别设计了 甜兰花月饼和傲娇月尊月饼 除了演员表露心声 王赫帝过中秋的方式也很有特色 他满怀诚意地分享了一组自己的写真视频 虽然视频的制作水平堪比 PPT演示 但还是可以领略到月尊大人全法的威严 视频中出现了王赫帝的照片和中秋节相关的元素 在这个中华儿女共度佳节的美好日子里 大家要望却烦恼 享受当下 珍惜眼前人 赏天赏月 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当然 除了这些热播剧的主角 其他明星也纷纷为大家送上中秋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